- 大家晚安,我是陳彥寅,歡迎來到TVBS散行事 現在介紹今天晚上參與的嘉賓 首先從我右手邊開始,第一位是前立法委員郭正亮 再要來介紹的是台北市議員張志豪 以及資深媒體人黃偉翰 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 再要看到我左手邊,第一位是前台北市副市長李永平 以及台北市議員李延秀 還有台北市議員張思剛 大家晚安 一開始我要先帶你來看到的是,在今天大家開始在問了 說昨天看到這個ECFA,好像現在對岸本來說選前一天 他們要完成這個貿易壁壘的調查 結果昨天提前公布 講法就是說,認定我們貿易壁壘呢 就是有問題,我們違反了ECFA 好,政院方面認為這一切都是政治操作 先來看到的是中國商務部 其實他們在之前就已經講了 說我們有2500多項 現在有可能是跟貿易壁壘這個違反相關規定 那昨天一紙公文出來 就說這確實就是已經違反規定 那違反規定該怎麼辦呢 後續有可能會把ECFA給停了嗎 我們這邊的對策是什麼 當然大家做生意的很緊張 趕緊去問經貿辦 他們講法是 我們有誠意依循WTO的機制來做相關協商 陸委會甚至還說了 一切都是對岸 挑工的啦 故意的啦 他們故意繞過WTO 明顯這個時間點上就是有政治目的呀 選前不到30天 這個時候到底為哪裝 好啦 但是WTO真的有用嗎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ECFA跟WTO不一樣的東西 可是你每次都說要找WTO 現在這一位前WTO的官員大使 這文集就直接告訴你了 ECFA是我們跟對岸 WTO是什麼 是另一個平台組織 原則上ECFA跟WTO根本就完全不相關 他說以ECFA來說的話 基本上只要任何一方想要終止 不需要任何理由 通知之後的6個月就終止ECFA 所以經濟部講法 基本上外行的別騙人 請教一下亮哥 所以現在大家應該要怎麼樣 理解這件事情 現在對岸已經講了 我們就是貿易壁壘 就是確實我們也有相關的問題 有可能會被終止ECFA嗎 我覺得全部終止不至於 當然要看誰當選 當選之後的互動 這都有連帶影響 不過就是因為他 這次大陸的商務部 是直接提ECFA 沒有提WTO 上次在4月19號提的時候 有提到WTO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就國來辦 國來辦的新聞稿 直接說民進黨當局 這個用語事實上當然有針對性 我覺得我們的經濟部是有很大的責任 因為我去查了資料 今年11月7號到9號 在沙烏地阿拉伯召開貿易檢討會議 那是第五次 今年的第五次 大陸代表就口頭告知陳振祺 就是經濟部次長 那陳振祺怎麼回答你知道嗎 我看到經濟部還把新聞稿寫出來 陳振祺說我們參加WTO的時候 大陸還沒參加 所以我們沒有協商 結果我去查 那個大陸參加WTO 以WTO的紀錄為主 2001年12月10號 那台灣是2002年1月1號 當眾說謊 而且經濟部還把它寫入新聞稿 那事實上我們就看這20年 就是說從2002月1月參加 那到現在為止20多年 那當然就是一直都沒有談 那因為大陸沒有計較 所以就一直沒有事情 那在這過程 這20年我們台灣的 農產品的那個 我們說農產品進口 農產品進口從8億增加到90億美元 進口增加11倍 工業品從40億美元增加到190億 進口增加4.8倍 然後中國大陸幾乎是零 所以他就用這個來說 那事實上中國大陸的農產品出口 跟工業品出口也大增 可是台灣就是都不行 不能進 那台灣就是用各種什麼辦法 條例 亂七八糟 反正都是行政規定 然後他大陸的報告書 還寫了一個蘋果做例子 他說2022年台灣從日本 紐西蘭美國自立進口 蘋果2.5億美元 中國大陸出口蘋果10.4億美元 可是大陸的蘋果不能到台灣 我現在舉這個例子就是說 中國大陸事實上是跟 中國大陸所屬的各同業工會 進行調查 也包括台商在內 那請問我們經濟部在幹嘛 他那個 你去看他的報告 他那個報告寫了24頁 已經貼在網戶上了 他已經做完他內部的同業調查 然後有90%的他的公司 說他們當然想要發展台灣市場 可是他們被各種理由阻止 因為台灣是正面表列 WTO應該是負面表列 結果中國大陸要進來台灣 是正面表列 所以台灣其實有進口商 想要去爭取 你問經濟部 經濟部就跟你講沒有 因為現在沒有進口 就是沒有 所以你這個是非常明顯違反 ECFA也違反WTO 然後你20年來都沒有協商 我講白了也包括馬英九 可是馬英九 因為那個時候兩岸關係良好 那大陸不計較他就算了 民進黨你明明知道 你跟大陸關係不好 結果你出口到中國大陸的東西 還在往上升 那你怎麼都沒有料到 人家會來這一招 你毫無準備 比如說水果 水果事實上是在民進黨 蔡英文任內 從本來依賴中國大陸不到50% 變成90% 結果後來不是出了問題嗎 什麼世家 鳳梨 那陳其中也在那邊叫 說他要去WTO 提告對不對 都沒有提告 因為陳其中自己知道的非常清楚 你提告必輸 他根本沒有提告 他只是去那邊表達抗議發言 他根本沒有遞見 你知道嗎 所以我的意思說 整個政府都在說謊 他現在又在叫了 說我們應該去WTO協商 可是我跟你講 大陸最可能的做法 就是直接用ECFA 他就單向處理了 你要提告你去WTO告 變成你去告 那你去告你也不會贏 所以我的意思說 他不會真的跟你到WTO協商 不可能的 這是我跟你的事情 因為那個會拖很久 那ECFA是他單方就可以決定了 對啊 所以現在我講白了 只有侯友宜的訴求是對的 侯友宜他的回應就是說 那我們就根據ECFA的機制來協商 如果他當選的話 民進黨沒有這個機制 因為大陸不理你 問題在這裡 那柯文哲實際上 柯文哲他只是說 一定要儘快協商 可是柯文哲是不是接受 ECFA這個機制 我覺得這個會跟 九二共識聯動 就你沒有九二共識 ECFA機制要協商是很困難 畢竟ECFA當年在簽訂的時候 也是以九二共識為基礎之下 然後來談成相關的這一些協定 好 現在國台辦 已經直接告訴你了 原因是什麼 客觀公正 原因就是民進黨 禁我們的產品 這一切都違反了 ECFA的精神 那同時大家也在講了 會不會停 學者告訴你說呢 這個時間點就叫做 四大選結果而動 這個講法呢 其實跟亮哥剛剛講的是 蠻相近的 原因是因為關稅會增加 那對於台灣 特別是做貿易的人來說 大家擔心的就是什麼 擔心的就是萬一真的 關稅增加的話 我們還有競爭力嗎 我們在整個市場上頭 我們還能跟人家比拼嗎 其實有非常多的數據 包含在馬英九時代之前 那個時候我們可能才多少而已 我們才不到10% 好不容易馬英九那個年代 兩岸關係不錯 我們可以跟新加坡簽 可以跟紐西蘭簽 把那個相關的免稅額提高 到13% 在國際市場上面 還是很微薄對吧 那現在提前出手 請教司剛了 因為他就講了 這其實就是對岸這一手 要讓經濟議題發酵 直接告訴你這個命題 這次選舉不只戰爭和平 是要繁榮還是要衰退 講得好像又是中國界選 中國大陸在選舉之前 大概都會有一些動作 不過今年的動作 坦白說是比較文的這一部分 過去可能就是比較赤裸裸的 什麼軍事行動 演習等等 這個競爭是很直接的 是硬碰硬的 但是經濟的這個部分 我覺得他選擇一個 比較聰明的題目 第一個 因為兩岸之間確實對ECFA 其實馬英九時代 每年有固定的檢討 包括商務部跟台灣的經濟部之間 都有固定的會商 而且差不多都司長級的人 彼此見面 他們也有來台灣 我們也有去 你也是知道這個情況 所以他整個的檢討過程 非常的順暢 而且也知道說 什麼樣的商品 可能會列為下一波開放的項目 但是這8年完全沒有 這8年 然後當大陸內部的一些學者 說ECFA的機制要討論 要檢討的時候 民進黨就說 你是用這個方式 來威迫台灣 然後來威脅台灣 來戒選 然後把台灣經濟的喉嚨 把它掐住 OK 我換個角度想 如果今天是美國 對台灣說 你有貿易壁壘 你對台灣 我們美國相關的產品 進入台灣 有一些很大的貿易障礙 我請問中華民國政府 我們的經濟部 會回答什麼 一定說我們趕快 跟美國協商 這個就是兩套標準 美豬美牛先前不是也是這樣 美豬美牛 來了 萊豬來了 結果我們得到美國什麼 什麼都沒有 過去的這三年 2020年開放 萊豬到現在 三年了 跟美國達成任何一個貿易協定嗎 我說我們在架構在談 但是沒有任何的協定 我們要加入CPTPP 甚至其他的FPA時候 美國也沒幫我們的忙 上禮拜我們也披露這些文件 所以你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就讓大家覺得說 你同樣是貿易 而且我們跟大陸的貿易依存度 其實在過去這八年 是不斷上升的 你說什麼新南向 然後說什麼分散貿易 完全是失敗的 我們對大陸的貿易依存度 出口度 是不斷的上升中 當蔡英文 賴靜德說 我們要分散籃子 不要把所有的事情 放在大陸的時候 對不起 民進黨的經貿政策 還是在大陸裡面 還是沒有走出來 所以今天大陸用這個方式 去跟你像一個 我覺得比較像是一個提醒 我覺得像是一個提醒 就是說這個事情 我們有注意到了 這個事情 事實上我們的網民 大陸內部網民也覺得說 我們跟台灣之間的貿易 是存在不平的狀態的時候 事實上他是要 講這個聲音 是給台灣的業者跟民眾聽的 他並不是給民進黨政府 因為他知道民進黨政府 貼盤一塊 你講這個他只會酸言酸語 或是意識形態的回答 如果說明年是民進黨 繼續執政的話 也許ECFA這個機制 也許就停 也許要檢討的時候 你不跟我談 談不談的話 我就擱置 這個對中國大陸來說 是一個比較 是一個聰明的武器 是讓大家這些業者 去思考到 兩岸之間的經貿 到底要怎麼走 是未來是要繼續的封閉 沒辦法溝通 還是要有溝通管道開始 我跟他接著燕英講 九二共識沒有錯 當時ECFA是九二共識 如果說換了其他的人上來之後 對九二共識 採取比較遲疑態度的時候 也許大陸對於ECFA的態度 也未必像馬英九時代這麼順暢 就是當年他在這樣子的一個 條件之下 他願意彼此之間來談 你說你有什麼困難沒有關係 早時候可以先行 我們就讓他先行 也給你方便 當時是這樣子的一個氛圍 現在他已經確定了 他就判定你就是貿易壁壘嘛 其實昨天我們等等回來 請永萍姐來跟我們分析 原因是因為昨天到台中去 在地有太多做機械工具 這些業者 他們其實聽到這個消息 反應很大 先進廣告 我們之後ECFA 現在被對岸認定貿易壁壘 這問題在哪裡 其實我們自己 很多業者告訴政府說 注意啊 你的對策是什麼 你告訴我你要怎麼做好嗎 原因是因為有很多的衝擊 那包括了如果加碼制裁 超過2000多項商品的話 其實大家會很害怕的是 過往那個 可能對岸給我們一些紅利的年代 不只不存在 對我們還是更進一步的傷害 好剛剛提到的 就是工商界了 因為其實現在工商界 希望就是重啟對話 善意溝通 來請教一下永萍姐 因為我們昨天其實也到台中這邊 當地你也聽到很多機具工具業者 這些加工業者 他們是很擔憂的 對 ECFA如果停 我們可以馬上說台中 大中部地區 就是以台中為核心的中部地區 其實是重災區 因為很簡單 所謂的 ECFA 就是說兩岸在擁有共同的基礎 以及都相當善意的情況下 願意檢討一些清單 互為免稅 就是說大家互相進口的時候 不要有關稅壁壘 這個條件為什麼剛才大家談 它是基於九二共識 因為第一個九二共識是善意的證明 第二個它為什麼不會在WTO的平台上能解決 因為它的所有提出的內容就是優於WTO的規定 因為如果我們台灣跟中國大陸 在WTO的前提下談判的話 台灣沒有農產品能夠進中國大陸的農產品 通通不能設防 因為WTO的精神就是說 你對我開放 我也要對你開放 那是WTO的精神 所以才會剛才為什麼會談說 陳其中根本不敢去告 因為違反了WTO精神的是台灣 不是中國大陸 當時的中國大陸在談判ECFA的時候 為何願意體諒說大陸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台灣是一個很小的市場 所以他願意自我先放棄某些的產品 台灣可以對大陸輸入沒有關稅 壁壘 而大陸就願意自我克制說 我先不要對你台灣輸入 就是害怕衝擊台灣市場 可是你人家的善意你要定期檢討 剛才上一段 鄭亮兄已經講了很多的案例 台灣在這個過程中 譬如說台灣的蘋果不是沒有對外開放 大陸就會認為說 那你已經對別人開放 也買了那麼多金額的蘋果 那你為什麼單獨要禁止我 結果都沒有 等於我們濫用了這樣的一個善意的後果 他一檢查 不但沒有重新談判 在民進黨執政這7年多以來變本加厲 我們現在對中國大陸禁止進口的產品 高達2059項 所以這樣子大家自己設想看看 你從任何一個角度 你要去訴求國際組織 所有的人都覺得說是你台灣 對 是你台灣違反了互相開放的 這樣的一個精神 如果他現在一中止 現在就是不知道他會到什麼程度 如果2005項 台灣不讓大陸進口 有設限的這些部分 大陸一樣說 這2005項 我們給你關稅的優惠全部停 中部這種傳統產業 精密機械工業的 他們其實在疫情 加上日圓貶值 還有很多的問題下 他們目前已經非常辛苦了 昨天易營在台中也親耳聽到 他們目前 ECFA的問題還沒有發生 他們台中的一些傳統產業 一個星期能夠有4天的工作 就已經偷笑了 然後整個機械輸出 已經幾乎利潤非常薄了 如果現在他的主要輸出國 大宗 中國大陸 又對他客語關稅 然後大陸的訂單 轉到別的更低廉的 不管是日本或者是東南亞 只要一轉單的話 台灣這些企業 特別中部傳產全垮 所以這件事情非常嚴重 而這個時候 中國大陸已經丟出了這個訊息 就是剩下30天不到的 三組總統候選人 一定要謹慎因應 來 其實給大家一個數字 如果說他全斷的話 差別大概多少 大概是佔我們對陸出口的 17% 205億 那如果斷部分 也就是剛剛永平姐講的 這2509項的話 這個就是佔3.7% 大概是44.8億 那不管怎麼說 因為我們到目前 著收清單這些機械 有沒有 這邊就很看得到了 這個基本上是對我們的中部產業 確實 仿製也是 但林佳龍現在 天台中市長他直接說 這個叫做戒選的一種 就是對我們造成這個相關的衝擊 讓你知道說酸上 這是他們的一個講法 那高孔寧的講法是說 確實這個時間點會在什麼時候 他認為會在520 也就是蔡英文下台之前 ECFA終止不終止 怎麼樣來做處置 他覺得這個時間點會來做一個了結 那現在呢大家就直接講了 到底是戰爭和平 還是牽扯 根本就是這場選舉 會牽扯到台灣的經貿空間 因為呢在這個時間點上 講戒選 我們也看到啦 欸 美國一直也在對我們 釋出一些善意啊 也在講說呢 我們要來對台軍售 又要再賣我們 我們其實是需要的迅安系統 兩邊之後 30天了 乖翰哥開始感受到 好像左邊 右邊 台灣有一種被擠壓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 EGBA早就該停掉了 我已經講了好多年了 2017年就該停掉了 很簡單 剛剛有平姐還有亮哥在講 現在那個發動過程 我正好在跑總統府的新聞嘛 那大陸對台灣 他認為兩岸是同屬一個中國 所以台灣叫同胞 所以大陸的民眾要來台灣玩 現在沒有了 一年來400萬人 日月潭 阿里山 那些遊客是多到新聞媒體 都講人滿為患 當然沒有時候人多會患 但用什麼用詞 人山人海對不對 那一旦賣到手都酸了 可是現在完全都沒有了 那個叫讓利 那個叫兩岸同屬一個中國 馬英九用這種方式 可是他是堅持中華民國的時候 有兩岸紅利 可是不是人拿到 我們也剛才講說會對中部造影響對 可是台灣2300萬人 1900萬的投票的公民當中 不是每個人都在意ECFA 所以當他的基礎是 兩岸在九二共識 也就是一個中國的基礎 大陸跟馬前政府 馬前總統簽ECFA之後 到了2016年的5月20號那一天 大陸一直希望蔡英文總統 他應該講他對九二共識什麼看法 結果他在他的就職中 講了246個字 九二精神什麼的 後來國台辦連續兩年講說 這是個為答的試卷對不對 說你根本沒有回答 好 那既然為答 為何沒有停止 所以 蔡總統在馬英九要退ECFA的時候 講這是糖衣毒藥 那是2010年的時候 到了2015年 他要跟朱立倫選第二次總統 因為2012他輸蔡是馬總統 他就已經改口說 這叫糖衣毒藥變成概括承受了 因為他有感覺他自己要當選了 所以其實ECFA三種停 第一個你早就該停了 民進黨竟然認為是糖衣毒藥 現在看起來也是 因為先經後證 我們很多東西依賴中國大陸 像水果之前的石斑魚 蓮霧 鳳梨 釋迦這些東西 我們的農民受到很重的衝擊 但非農民感覺就沒有那麼深 所以這叫經濟依賴之後先經後證 所以ECFA早就該停了 因為民進黨並不認為ECFA是個好方法 他會讓我們依賴大陸對不對 第二個大陸早就該停 既然民進黨執政九二公司 我們還在談論說明年是誰贏 現在就是蔡英文總統 他就沒有九二公司 為什麼沒有停 第三個ECFA半年就可以停 觀眾朋友這是ECFA的本文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的第16條 這就是之前炒翻天了 我把法條翻給大家看 本文當中第16條就告訴你了 ECFA簽下去之後 兩邊都有熔斷機制 第16條只要單方面提出說 我要宗旨 對方不跟你談 比如台灣想停大陸不要 大陸想停台灣不肯 只要提出書面通知以後 進行協商 對方拒絕協商再過180天 半年以後自動就結束了 所以早就應該停了 我現在講這個 有人講說華文漢你是不做 相關大陸的生意 所以你為什麼 看老闆小孩死不了 確實會衝擊 可是這個衝擊早就已經發生 我們過往這三年 包含兩岸的經貿的往來 包含我們的農漁產品 早就一直在減少 所以這種時候 我們必須過頭來 就告訴我們的選民說 如果選給哪個黨 ECFA就會造成多少衝擊 這是一個選擇 可是你不要把它當成萬零 就算戰爭一樣 只要民進黨當選的話 一定會打仗 有的民眾會接受 不是每個民眾都接受 而且我覺得 以當時馬前總統 跟大陸簽二個法的基礎 這七年蔡總統當總統的過程當中 沒有接受九二公式的一個中國 那個基石早就不存在 大陸沒有停我們也沒有斷 真是奇怪 是 來請教一下我們的這個 怎麼樣看 我覺得這個部分 應該來看一下就是說 民進黨有能力吵架 他要這個能力去解決問題 甚至要這個底氣 如何帶領台灣經濟更好 但是事實的真相是什麼 二十年來 你說二十年來經濟最好 但是我們要南向 南向沒有具體的成果 不要忘記我們現在 暴易順差事實上 還有對陸還有一千億左右 所以這個到底對我們衝擊有多大 我相信對於很多船產有一定的衝擊 但是回過頭來講 我覺得過去從九六年一開始 我們民主的選舉有六次的時間 無論是美國對我們的選舉 無論是關心或關注 或外界都在講說 大陸介入我們的選舉 其實這常常都會發生 民眾怎麼看 我同意韋漢剛才講的講法 就是說不是所有的民眾 都直接有感受 但是甚至是操作不好的話 那個敵意的螺旋一上升下來 反而會讓整個選舉 會非常危險 所以我們常常 每次在選舉的都說 有時候大陸會是 民進黨選舉的助選人 所以這個處理上 要非常謹慎小心 但是這樣 這就是民進黨最喜歡 每次都是抗中牌抗中牌 用抗中牌來提醒國人 那個民族意識的提高 但是相對的就讓國人忘記 民進黨過去執政八年 大家過得好不好 要什麼沒什麼 經濟也不好 然後物價通膨更嚴重 貧富差距更大 要帶給年輕人一個 更有目標好的未來 但到最後 年輕人有過得更好嗎 沒有 全部都送外送人去 你有畫給一個年輕人 更好的未來 國家有更好嗎 顯然沒有 所以民進黨還是 操作意識形態 但是關鍵的問題是 民進黨如何去解決 台灣的經濟問題 你新南向 投資了多少錢 貸款用國家的銀行 貸去了多少錢 有具體的結果嗎 顯然沒有 所以我才講說 民進黨有能力吵架 你就要這個底氣 去解決問題 你現在解決問題 現在王美花說大話 沒關係 只佔我們3% 5% 影響不大 對 你現在還是在吹哨子壯膽 選後如果是賴清德當選的話 接下來ECFA可能有三種 全斷或部分影響比較嚴重的 具體影響比較嚴重 來做貿易上的處理 那個層次上的影響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還是要提出 解決問題的方法 美花部長要記得 雖然說之後 不管說是誰當選 也許你會想說 我520會跟著小英一起畢業 可是對於台灣的影響有多大 來先給大家看 其實這幾年 蔡英文一直告訴我們 我們不要這個糖衣毒藥 或者是說呢 現在賴清德不是講嗎 福茂要是簽了之後 對岸5000萬人會過來 但你來看看 從他們開始當政這幾年來 是一直在往上走的 到去年喔 即便到了去年 我們對陸出口 以及ECFA項目的出口值 是也高達1211億美元 好這樣的數值 並沒有變低啊 當你民進黨的政府 是這樣作為的時候 現在對岸在開始跟我們 討論ECFA問題的時候 能不能拿出具體的辦法 都已經七年多了 如果你真的不喜歡它 你的具體作為是什麼 請進廣告